二千年后,蕭若元述往事,论当世,施来者,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,史记。 知穿黄病,知穿黄病,照神意诊墨,叫翁看墨, 若决相为众,那个邪气尚冲,头痛伸烟,使人烦满, 头痛心烟,令人不安,神意,我就立刻以寒水苦起头, 用冻水和他敷额头,刺触阳明脈,用针刺触阳明脈, 左右角三所,左右角三道,病船矣,跟着就好了, 病得之,他怎样得回来呢?目发未干而饿, 洗头,头发未干就睡,认如前,所以我这样认断, 所以缺,所以寒气就上暑, 头热至坚,于是就由肩头到头都发烧, 要不然就会这样,齐王,王姬,齐王的姬妾, 王姬,卿王掌卿,家有酒照客, 请人喝酒,照神意叫我去, 未想吃,未曾想吃, 神意见王后帝楊健,见到王后的弟弟, 宋健,告之后,军有病,你有病, 往四五日,过多四五日,军腰挟痛, 你腰挟,就会痛,不可患养, 又不可以弯低身,又不可以摇高头, 又不得小手,又少不了辨, 不弃治,病則入愚臣,如果 还不医的话,病就会走入腎, 及其没写五臟,到后来, 就连五臟都病了,急治之,快医, 病方今,客腎如, 你现在是,腎湿了, 此所谓腎臂也,这种就叫腎臂, 这种病,宋健若然是, 见故有要挟痛,我真的要挟痛, 往四五日,因为为什么呢,其实四五日前, 天雨,天就下雨, 王氏,朱善建, 王氏那些恩亲, 见,见,来找我, 家京夏方石, 来到我家里, 有一构四方的石, 即农志就举起那构石, 见亦欲孝之,我也想举, 孝之不能起壳,他那举,举不了出来, 積伏自知,就放回底, 没有,到了王昏,要挟痛, 他要挟开字痛,不得的, 拖不了小便,至今不遇, 到现在都好不回, 见病得知好慈重, 他的病怎样得来呢,因为很喜欢举重,乱举重, 伤了身,所以知见病,我知道他的病, 神意见其色,我看到他的颜色, 太阳色干,他的太阳不是什么, 太阳月,即是这里, 顏色是干, 腎部上及戒腰下, 在腎部的上面及戒腰之下, 乌四分所, 神之上, 腰之下, 那里有病, 故以往四五日知其法也, 我知道过多四五日就会发作, 神意即为油汤而服之, 我用一种叫油汤给他吃, 十八日, 而病愈, 过了十八日, 病就好了, 仔不黄事者, 仔不黄的女士, 寒女, 病, 腰背痛, 腰背痛, 寒热, 有发寒有发热, 仲医家以为寒热也, 仲医都以为寒热病, 神意陈墨, 让他看墨药, 内寒, 越是不下也, 其实是内脏受寒, 而越经, 停了越经, 則鼠已药, 我立即给他药, 即串已药, 船下, 接着果然就是有越经, 病已的病康序, 病得之欲男子, 而不可得也, 他这个病是因为他想和男人性交, 而没有男人, 这个我都估到, 即是在宫里住, 当然经常没有男人, 只有一个男人, 就是子不和, 所以知寒女之病者, 所以知道他的病, 产其默时, 我和他产默时, 撤之, 慎默也, 他是个慎默, 是散乱, 而不得集中, 適而不属者, 而这样的时候, 其来难, 那个默来那一刻, 是来得很艰难的, 坚, 而是很实际的, 很实的, 故弱月不下, 这样的正项就是没有越经, 肝默圆, 他的肝默是如何呢, 是直, 好像一条圆那样, 即是一坛, 很多的回阵, 出左口, 在左边的墨骨那里诊到, 故弱, 欲男子不可得也, 所以我就判断, 他是想和男人行防, 而是得不到的, 林芝, 己理女子, 博不病甚, 博不病, 仲医家以为寒热毒, 以为寒热病很重, 当死, 一定是死, 不治, 没得医, 神医, 診其默, 我帮他看默, 药, 瑶甲, 是有一种寄生虫, 瑶甲是一种寄生虫, 瑶甲为病, 瑶甲有病, 腹大, 所以肚子很大, 上肤黄躁, 所以肚子大, 而皮肤是变了黄色, 秦之戚然, 你跟着他摸, 就好像有些震动, 有些, 神医, 饮义, 我用些什么给他呢? 圆华, 圆华一折, 被那些草药的饮了绝, 即出, 瑶, 就摸了几星的瑶蟲出来, 病异的病就好了, 三十日如故, 而三十日就彻底好好了, 病瑶是怎么得回来的呢? 为什么会有这种寄生虫呢? 得知寒濕, 因为冬又濕, 寒濕气软督不发, 寒濕气坠在那里, 化为虫, 这个完全没有生物学常识, 寒濕气不会化为虫, 一定有虫卵才会化为虫, 神医所以知博不病者, 我为什么知道他病呢? 切其蜜, 和他看蜜, 循其赤, 跟着他蜜博走, 跟着他蜜博走, 其赤, 其赤索, 赤粗, 而无尾奉法, 其赤索, 赤粗, 这个是粗字, 他的蜜博, 跟着他的赤蜜走, 就是很粗的, 而无尾奉法的头发颜色就很枯毁, 头发就不漂亮, 是虫气, 这个是虫气, 其赤索者的颜色, 但是他的颜色, 中藏无邪气, 看他的颜色, 他又没有重病, 没有邪气, 没有中到邪气, 及重病, 也没有重病, 因此我知道, 他其实是有寄生虫, 好, 这节目,